在这个视频中我们将会谈一谈怎么样写出一篇好的论文引言Introduction 论文引言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为该研究做铺陈 以及指出为什么该研究是需要的 首先想一想引言在一篇论文中的目的是什么 好的论文引言应该能够让读者可以辨别得出 您的论文的研究主题提供必不可少的内容 以及清楚表明您的研究的背后动机和焦点 而且更需要照顾到读者的兴趣和预告他们可在您的论文中读到些什么 引言部分应该要为下面的问题提出答案 您期望通过您的研究回答什么问题 关于您的研究题目有什么资讯是已被掌握的 在已被掌握的资讯中有什么主要的局限性 您期望您的研究可获得什么进展 您会运用什么方法去解决问题 引言部分的结构应该是怎样呢 把它的结构想象成一个漏斗是蛮有帮助的 漏斗顶部最扩的部分代表最基本的资料 然后一步步地收拾到您在研究中想讨论的特定的问题 研究的目的以及理论等等 一个流畅的资讯流能够帮助您的读者跟上您的逻辑及论证 当您需要形容您的研究时 读者应该可以很清楚地了解 为什么您会选择这个研究题目及研究设计 首先要抓住读者的注意力 您需要清楚地指出该论文究竟在哪一个学科领域 你可以在引言开头短短几句内内用论文标题的关键字 立刻将注意力转移到论文题目上 记住避免重复摘要中的文字 接着以一个简短又平衡的相关文献回顾来建立引言部分的框架 记住不要只肤浅地形容过往的研究 您要提供一个批判思考去解释您的研究项目的重要性 另外确保解释您的研究项目的必要性 最后形容你的研究 你可以列出研究目的 以及举出一个或多个假设理论 接着您需要为您的研究方向提出依据 你也需要强调您的研究所能带出来的潜在结果和贡献 以及扼要提及论文的其余部分 究竟谁会去读您的论文呢 您要时刻谨记您想在哪里发表您的论文 因为这样可以帮助您了解你的读者 如果您的论文将会在一般大众认知领域内的期刊发表 您要确保其简洁译名 当然如果您的目标是在高度专业的期刊发表您的论文 您可能就不需要再多刮篇幅解释一些您的读者已经知晓的用词及理论 您可以查阅相关期刊的发表指引以取的资讯 您不可能在影颜部分囊括所有东西 所以决定影颜的长短变得困难 一般而言 影颜长度会因所在学科 以及您计划投稿的期刊的字数要求而有所不同 您可以超越目标期刊的发表指引 和类似的论文的影颜长度以作参考 作为粗略参考 影颜应该大约是整篇论文总字数的20%左右 如果没有影颜提供的方向及背景 您的读者将会很容易迷失 产生混淆 所以您要确保为他们提供需要的方向指引 Good luck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